考念一个问题 您知道目前全球最大的谜团是什么吧 就是中国经历三年疫情和动态清零的折腾之后 到底还有多少人口呢 这到现在还是个各说各话的不解之谜 根据中共官方的说法 目前人口大约是14.1亿人 但是去年已经出现了人口负成长 也就是人口减少的现象 是61年来的头一遭 那这也让中共官方是认真的担忧了 人口老化和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 因为人口老化会让社会上需要抚养的人口群体会增加 而现在各地政府都有严峻的财政问题 已经开始养不起老人了 比方说日前在武汉和大连 就因为政府删减了老人的医保津贴 引发了白法运动这场群众抗争 而前几天的陆家嘴论坛 许多金融大扰也警告了 中国的养老金已经不足了 要民众拿家庭储蓄拿来补充养老金 至于人口红利消失 是指新生的人口逐年减少 那连带的影响了年轻的劳动人口逐渐减少 那么中国的工资就会反向逐年上涨 这样中国过去的低工资、低人权、低环保的国际竞争力就会消失 就会降低对外资外企的吸引力 会让中国经济是长期的下滑 所以人口问题已经成为中共政权最担忧的致命慢性病 但是更糟的是 中共对于人口减少问题是一点招也没有 像最近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中国去年结婚的夫妻只有683万对 比前年减少了大约80万 还创下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那如果跟2013年的最高峰相比 那么中国的结婚人数在短短的9年之内就腰斩了49.3% 等于是少了一半的结婚人口 这表明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不愿意结婚 或者不敢结婚 那当然就更不愿意生小孩了 根据官方统计 去年中国人口只增加了48万人 那这数据可不可信我们先不说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趋势 4秒 像北京香山公园的许愿牌挂满了民众的心愿 像招财进宝、前程四景都是挂得满满的 但是到了永结同心就明显少了很多 那到了早生柜子就更是熙熙落落 几乎是门前冷落车马熙了 那别小看这些许愿牌 这可是反映民情的非典民调 这表明了许多中国年轻人对于结婚生小孩 是很不乐观的 那为什么不乐观呢 因为对未来没有信心 因为中国现在经济持续下滑 而失业问题是不断的扩大 让人民收入不断的下降 买房买不起 生小孩养不起 生病看不起 现在还有养老养不起 在这么悲观的大环境底下 中共政府拿不出对策 那年轻人只好设法自保 来当起了四不青年 也就是不处对象不结婚不生小孩不买房 那中国人口减少年轻人不生小孩已经够悲催了吧 不是 更悲催的是政府还努力隐瞒中国的死亡人口 中共刚刚公布了去年第四季度的民政统计数据 通通都得火化掉 那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这个数据呢? 很显然 应该就是因为去年第四季度染疫死亡的人口太多 数字太大 特别是中共因为疫情蔓延的太快 突然就放弃了动态清零 放手解封 一口气造成了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感染与死亡 所以外界一直在等着这个数据 想要推估中国疫情到底死了多少人 但是最后中共竟然盖牌了 不让人看到底牌 那这表明什么呢? 第一 这表明了中共非常清楚 外界都想追探中国疫情的死亡人数 从而进一步的推算 中国的实际人口还剩下多少 那中国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和人口实力还要多大? 第二 这也表明了中国疫情死亡人数确实是非常巨大的 巨大到中共不敢让人民百姓看见 就连造假修改数据再拿出来发布都不愿意干 因为破绽会很大 很容易掀起政治消化 所以干脆就把这个数据给清零了 盖牌了 因此中国的疫情到底死了多少人呢? 那中国现在的真实人口数还有多少呢? 这两个重大谜团不但影响着中国的竞争力 更重创着中共的公信力